念佛可以说是最简单最方便的修行方式 可以防护我们的身心不造恶业 念佛不仅可以防护我们的身心不造恶业 关闭一切的帐门 更有许多不可思议的种种功德 能积福报开启一切善门 一句阿弥陀佛助人立即转念 可以心平气和处理问题 我们有信受灵陀救度 这个光就会照耀着我们 可是呢我们现在没有念佛 我们就跑到屋子里面去了 那这个屋子就所谓的 就八亿四千万个念头 这些恶业业力种子 会让我们不得自在 让我们彷徨 让我们不安 让我们贪嗔痴慢意 所以说我们经常念佛 经常念佛 所谓的如果有被阿弥陀佛的 悲心愿力触动之后呢 你会很喜欢很喜欢念佛 你会 因为念佛就是会让佛的光明加持 微神智慧 就会让我们平静喜悦祥和 一句阿弥陀佛把我们的妄想打掉 妄想没有了 清净心就现前 念佛可以让我们集中意志 用正念对着妄念 把妄心洗下来 念佛也等于念自己的心 不断念念到最后 会把心念念得明白起来 念得清净 十方新闻 贵文曲建议 台南采访报导